你好, 寶寶 我剛剛有一點掛念你 你就回來, 實在太好了 你來什麼? 這麼大桌子? 是呀 全部零食來的, 是嗎? 是呀, 陳寶濤 最近在搞零食速消活動 那些東西很划算 你這段時間撥回公司也不知道 我去把薯片吃, 好嗎? 好, 你吃吧 好累, 我想先享受一會 好, 我想吃吧 寶寶, 寶寶, 你看我吃了什麼? 寶寶, 我去深入薯片, 寶寶 我睡得這麼多, 先去看看 寶寶, 原來我睡了一整晚 寶寶 早安, 寶寶 今天我有點事要處理 就不回公司了 不過稍後我會回哥哥吃飯 你也一起上來吧 我有點驚喜要給你的 又深深又驚喜 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浪漫? 早安, David姐 今天氣息非常好 果然人逢喜事, 精神爽 什麼喜事? 梁芝呢? 螢光已經煲出來了 對, David姐 看得我們每個人都很羨慕 怎麼樣? 想定那一百萬怎麼用了嗎? 怎麼也要看我們吃一頓厲害的 什麼一百萬? 為什麼我不知道你們說什麼? 你真的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你們吃了傳說中國的外心薯片 全球只有三塊吃都可以 跟薯片公司換一百萬獎金 那塊外心薯片? 對, 你自己看吧 我的天啊 不是你的歌, 是你的寶寶 你的寶寶在哪裡? 他是不是中一百萬就不上班? 我這麼早醒的時候 已經看見他不在這裡 但是他給我一張字條 來, 你看 看 螢光說他有重要事要處理 還說有驚喜給你 難道他拿了一百萬? 一定是, 連心也寫在這裡 螢光會想讓你驚訝 我們遲了一條橋 英俊, 你這麼害怕, 聽著幹什麼? 早知道有一百萬 豈不是早點計劃 那一百萬怎麼用? 你想怎麼用那一百萬? 是嗎? 寶寶 你出來了 寶寶 這幾盆東西, 看看適不適合你吃 適合… 我記得你說想吃日本生蠔 不如今晚我們吃吧 好, 八千公現在做的優惠 一搭半價, 我去卜櫃 不用八千公? 吃日本生蠔的 直接飛過去日本吃 我今晚包架機, 直接回日本 再不然的話 我們飛去法國吃Beyond更行 好啊… 我還要順便買蝦蝦的套裝 你買什麼都行, 幫我幫飛機 不是…預約兩架 為什麼?飛機 是 Beyond就算請了根叔 他們一架飛機應該夠坐 還有你的家人 之前你說想他們飛來探望你 我要幫他們整架馬太機票 今晚他們會擋香港 到時候就坐另一架飛機 跟我們一起飛去日本、歐洲 飛去哪裡都好, 你說是不是? 是呀, 我愛你, 寶貝 雖然聽起來好像挺開心 但是你這樣洗化的一百萬 很快就讓你洗完 是呀… 對, 你有否想著儲起一點點呢? 我洗盡那一百萬 滿足了我所有願望 這樣才可以洗滴到我 每天被工作折磨那種心靈 到時候別忘記照顧我們回照門 我也是 不是吧?叔叔這麼幸運 全球只有三包的心形薯片 那種機會, 居食寶? 是, 爹明幸運 這樣也沒人買到 來吧, 爹 對了, 你最近的床很旺 是呀, 看出來 不過也算這個臭小子忍得 一百萬他也沒跟我們說 是呀, 寶貝應該想給我驚喜 記住大家拍檔, 待會假裝不知道 行吧 什麼都不知道 寶貝應該是你懂得做的 而且他做得非常自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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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來… 來… 先喝杯茶 來… 吃驚喜 好… 你很可愛 是呀…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每個人突然對我這麼好? 你們認識到我對這個家有多重要 不是突然的 你一直在我們心目中是很重要的 是呀… 寶貝, 今早我留了一張字條給你 你看到了嗎? 看到了 那個驚喜呢, 我稍後給你 是呀… 要吃飯了, 來吧 大哥, 我跟寶貝說話 你們怎麼偷聽才行 什麼偷聽?大家是一家人 放在桌上, 來… 沒錯…你說給我們驚喜 現在最適合我們齊了 說出來給我們 其實那個驚喜 我借給我寶貝, 關你們什麼事 這麼大的驚喜 只是給他, 我們沒份嗎? 是呀 不要這麼小器, 寶貝 剛才我已經答應了大家 我一收到驚喜, 會聘請他們 聘請他們, 怎麼聘請 寶貝 這條頸鏈, 你不是想要的嗎? 我買了給你, 驚喜 你的驚喜就是這條鏈嗎? 是呀, 限量版, 你很想要的 對嗎? 錯, 那一百萬獎金呢? 什麼一百萬?什麼獎金? 那塊愛心薯片, 是一百萬的 我以為你今天沒回公司是去領獎 寶貝, 你說笑不笑, 真厲害 你…你說真的嗎? 那塊愛心薯片 昨天我拍完照片, 我就… 搞定 這塊豬片不只是樣子特別 味道更連鎖不同 那塊愛心薯片 那塊愛心薯片 一百萬, 被你… 那一下子就吞掉了 說話上面又沒有寫明 他值一百萬, 我怎麼知道才行 但是袋子又寫了, 寶貝 我那時候在收拾照片 又很肚餓, 我怎麼會看袋子 不, 那就沒了一百萬 我的魚子漿, 我的和牛 我的日本生蠔, 我的法國大餐 我的牛肉 好… 寶貝, 你說什麼法國大餐 什麼牛肉, 什麼魚子漿 什麼和牛才得到的, 我不明白 是, 但寶貝現在在哀悼 他一口就噴出了在夢上 叫也沒用 真假的, 喝杯水, 亂吵為好 冷靜一下… 真好, 真好 我的蝦蜜瓜 慘了, 一個人如果錯失了 自己應得的好運 運氣就會開始逆轉 會有行衰運 夠了, 神婆 說得出來, 阿波胡亂說 你不會有行衰運, 你看 有鏈用, 來吧 有鏈也沒用 寶貝, 你別這樣 你還要介意我吃了那塊愛心薯片 我自從沒了那塊愛心薯片之後 我就走衰運 昨晚阿June亂說而已 你別這麼賞心, 行不行 他不是亂說的 我今早已經開始走衰運 我乘巴士的時候 我發達通, 沒了錢 我打算拿散資出來 誰知道散資掉了在省區裡 我結果要用一百元一百元到車費 還有, 我去深圍堂廣場 我打算買一杯奶茶 誰知道小吉他忘了用我的環保杯 我就跟他繞一會兒 誰知道我把銀包放下了 雖然結果是賺得回來 但是錢都沒有了 所以真的要相信阿June說的 全都是你的心理作用 當然不是 我是辜負上天給我的好運 他現在懲罰我 我懲罰我 寶貝, 那塊愛心薯片 已經被我吃虧了 是 那一百萬是沒有了 就沒辦法了, 知道嗎 有辦法 只要我扭轉我的命運 別說了, 怎麼扭轉命運 全球只有三包薯片 是有愛心薯片的 一包被你吃了 但是還有兩包 直到目前為止是沒有人領獎的 如果我們不斷吃, 不斷吃 我覺得這塊愛心薯片 會回到我身邊的 寶貝, 現在全世界只剩下兩包薯片 裡面有愛心薯片 比中立彩還壞 只要吃得多, 機會就遇大了 我已經訂了三箱薯片 寶貝, 雖然你是大胃王 但是你一個人怎麼拍三箱薯片 朋友, 我又說我一個人拍嗎? Hello, 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劉沛月, Moon 我是蔣祖文 我是黃定欣 我是光美儀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就是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